今天要做的是很精彩的姜汁肉片 这个肉片呢 我们用的呢一定是我们这个 朱里肌的部位 朱里肌的部位 但是这个部位呢就是 它的烹调时间一定要很精准 因为只要稍微一过了 它就很容易柴 也不用凉杯凉水不用 那你煮饭煮多了 你就发现那些都只是辅助 大神声音很好听 有考虑做podcast吗 我的声音有很好听吗 给大家近距离听一下 就是我讲话的声音 有好听吗 OK我们现在呢 也不要说做不做podcast 我们现在在news98也有一个广播节目 它其实就是podcast 还是说其实说真的 你们也不想看到我这张脸呢 听声音就好 遮起来听声音就好 哇塞电锅都是隐藏的 对呀 这个是徐薇老师很得意的小巧思 江汁肉片想到摩斯汉堡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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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帮他打广告 好我们先把我们的食材 带到旁边去处理一下 你手也 我手也怎么样 好看吗 其实我手上蛮多伤的 你看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 是我之前烫到的时候 留下的伤 这个 然后其实蛮多的啦 手指头上也很多 我觉得做厨师 不是做厨师啊 就喜欢做菜总会难免碰到这个 哈喽 阿博昌哥哥这边直接帮我们上了我们酒吧的这个连结 对呀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做这个广播节目 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 其实来听广播节目意思也一样 诶 我的刨刀等我一下 白萝卜 今天我有一个 很厉害的 白萝卜处理小技巧 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吃白萝卜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就是 他们会吃到一股 怎么说呢 白萝卜的臭气 就你吃白萝卜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一股 有一点小苦 然后有一点 深色的一个味道 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 如果没有讲 没有看过 你永远不知道 我也是意外习得这一招的 然后呢 自从学会这一招以后 我的萝卜排骨汤 就提升了一个层次 不得了 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看 就白萝卜你这样直接闻 就会有一个 就是怎么讲 深的一种 深臭的一种腥味 那当然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稍微把它过水一下 稍微让它汆烫一下 可以提升 可以改善这个东西 但是呢 过水的时候 我们汆烫的时候 加另外一样 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调料 可以大幅度的减少 它的腥味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就要示范给大家看 赶快分享这段直播 OK 很精彩的 然后呢 再来我们有准备 这个一般的这个小肉排 就要来煮我们的这个萝卜排骨汤 那肉排呢 我们一样先传糖 然后 小时候啊 徐薇老师在家里想要煮糖 然后 我印象很深刻 你们看我记得 徐薇老师呢 他也知道要煮糖 毕竟就是 他也是个大人嘛 然后呢 他要汆烫的时候呢 他就煮了一整锅的滚水 然后煮了一整锅滚水以后呢 就把那个肉 放下去一下就拿起来 就这样放下去 两秒钟就拿起来 其实这样子呢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这个动作实在是有够好笑的 这样子完全没有汆烫的效果 所以汆烫到底要怎么做呢 有没有人也跟徐薇老师一样啊 汆烫这样烫一下就拿起来 有没有人也是这样 跟徐薇老师一样可爱 而且徐薇老师边吓的时候 还要边尖叫 啊 打起来 对呢 你们也懂的 排骨这种东西汆烫 一定要冷水下锅 基本上 大部分的东西 肉类汆烫都是冷水下锅 那如果你说烫一些 比如说青豆啊 玉米啊 这种东西 才是热水 汆烫 冷水啊 我现在就是加冷水 我会多烫两分 差不多差不多 其实基本上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 你现在冷水下锅 然后开火开始煮吧 对不对 煮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煮到它基本上 血水都冒出来了 然后呢汤都滚了 那这个时候再拿出来就OK了 好不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要再来汆烫我们的这个 白萝卜 白萝卜这个东西汆烫也有技巧 而且这个技巧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 如果你说大成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不要自以为很厉害 那其实你现在可以开始留言告诉我 好不好 对啊 可以开始留言 打我脸 鸡肉呢 鸡肉汆烫也是啊 冷水下锅 肉好肥 肥的肉煮出来才香啊 好来 也让我们先准备一锅冷水 徐薇老师进来了是不是 有没有人知道白萝卜去腥味的最佳节 所以不晓得没有煮菜 不晓得有汆烫一下 你求你妈皮在痒 哎有什么关系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以外 还剩谁可以求徐薇老师 对不对 总要让他体验一下这种被囚的感觉 去血水煮的汤才会清澈 对 不是要做松饼吗 不好意思各位 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解释了 我们这边现在现场 4182.8 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呢 我们本来我跟徐薇老师一起决定说 那我们今天来做松饼检测嘛 所以徐薇老师呢就帮忙上网 就是去这个订购了 几个松饼 不一样的松饼粉 结果呢 没有到 他还没有到 徐薇老师本来信誓旦旦的说 今天订明天就到 结果显然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些意外 所以没有关系 好吧没有关系 那我等一下会来告诉大家 为何要滚刀切 海萝卜就滚刀切啊 正常的切法 切成这样子好入口的大小就可以 那 呃 我们现在呢 有几件事情要做 首先呢 我们现在这边在汆烫 对不对 我们汆烫肉的这个锅里面啊 我们给他稍微加一点点东西 我们加 诶 诶 好来 好不好 我们加一点点的姜 这两块姜也不用浪费 等一下这两块姜也可以丢进去一起煮糖 两块姜 然后一点点的这个料酒 去腥蒸香 这样煮出来的肉 就不会有一股肉的臭味 那穿上这种东西为什么要冷水下锅 因为呢 你冷水下去了以后 随着这个温度上来的过程里面 你的肉 它的那个温度呢 是由内而外的都被加热 所以呢 它的那个血水 就会从里面被逼出来 但是如果你们像徐薇老师一样 就是先煮一锅滚水 水已经在滚了 然后这个时候肉 啊 要丢下去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外面 肉的外面会马上的凝结 会马上的熟透 但是里面中间的温度还不够 所以这时候里面的血水就出不来 达不到汆烫的效果 所以汆烫一定是冷水下锅 大家记得好不好 好然后呢 再来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一锅水呢 是要拿来汆烫我们的这个 白萝卜的 白萝卜的时候汆烫加什么 大家留言告诉我 白萝卜汆烫的时候加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公亚姨说我也和徐薇老师一样 你也是这样啊 这样吗 刘凯西说尖叫厨房 尖叫厨房 不是讲好笑的 是 对不起 一直挡到我的脸 是真的在尖叫的好吗 来加的是这个 冰糖 很妙哦 我一开始 我刚听到别人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也觉得不要开玩笑了 加糖 但是真的很有效 好不好 冰糖 超级去腥 你煮出来的这个白萝卜 等一下都没有味道 不是没有味道 它有它白萝卜的那种甜味 但是不会有那种 生臭味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所以 汆烫你的排骨 汆烫你的白萝卜 就这两个小小的步骤 你们以后炖出来的萝卜排骨糖 会跟其他的婆婆妈妈们 家庭主婦们很不一样 大家自己回去试试看 白糖 好不好 白萝卜需要汆烫 需要了 需要了 不然因为有一股 白萝卜的那种 生臭味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味道 但是反正 大家回去试试看 很有效 很有效 然后我们现在这边肉 因为我刚刚有加了姜片跟烧心酒 现在光汆烫就煮出来 这个味道就很香 然后呢 现在上面有一些磨 对不对 这些磨把它打掉 磨打干净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用它这个圆汤 汆烫的这个圆汤继续煮汤 这样就不会浪费 有人觉得说 那我这样汆烫的时候 味道不都煮到我的这个 汆烫掉的这个到时候倒掉的汤里面吗 没有错 所以不要浪费 你把这个磨打干净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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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隔壁 我们白萝卜 下锅 下这种滚水的东西的时候 越冷静越好 一定要冰糖 对啊 冰糖比较好 冰糖冰糖 下这种水烫的东西 越冷静越好 千万不要这样 啊 这样更危险 我们淡定一点 你们看我脸色有丝毫的变化吗 就是要用这样子的脸色 下我们的白萝卜 黑糖不可以哦 冰糖好 冰糖 意思不一样 好这边呢 我们就已经 工程生腿 也不说工程生腿 就是前制作业完毕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糖 有没有清澈 这个糖 看 有没有清澈 那是糖 有没有清澈 来我给你看 有没有清澈 火锅 人数冲破小微音文课 诶 那个 Crysteel 你千万别这样说 徐薇老师在现场 我怕他激愁 OK 我怕他激愁 好来 这边呢我们 排骨汤前置作业已经准备完毕 去肉末的这个厨具叫什么 就是一般的 这叫什么滤网吗 那好像是抽油烟机 对刚刚躺在我脸上像马赛克了 这样子有没有很像马赛克 然后我今天刚好又穿这个条纹的 会不会看起来很像逃犯 逃犯鞭号0023 OK 好 好来 我们接下来做姜汁肉片 既然叫姜汁肉片一定要有姜 所以呢我们先把姜稍微洗一下 大家怎么那么多笑脸 我刚好做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 这个 排骨刚加了 姜 还有不是加醋哦 我是加绍兴酒 我都没有加醋 这道菜里面应该是不会用到醋 姜汁肉片我们刚刚有说到嘛 这个呢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 猪里肌肉排 所以这个肉 这个猪肉的部位啊 其实是很容易老的 所以它的料理过程一定要快 所以料理过程要快的这种料理 我们要先做一件什么事情 有没有人可以留言告诉我 答对的话我给你一个啾咪 好不好 虽然可能跟许葳老师的啾咪不太一样 但是应该比施葬的啾咪好一点 施葬的啾咪都很随便 那个我发现最近许葳老师直播了 然后施葬最后如果想要出镜一下 或者是跟大家说个拜拜 他说咦咪 咦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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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你们下次仔细看 我爸真的是这样 咦咪 都很随便 没有绍兴可以加米酒吗 可以 这个可以 但绍兴更香一点 你们有注意到吗 我爸 诶这边这个这个 吴秋莹说把酱料先准备好 大家给吴秋莹掌声鼓里鼓里 没有错 非常的厉害 先把酱料调好 我们等一下呢 会在这个肉的旁边呢 先调一碗汁 先调一碗汁 然后等一下我们整个料理的步骤 就会很快速 所以这道姜汁肉片呢 又好吃又下饭 又适合带便当 然后又料理起来又快 我觉得是妈妈必备 好不好 各位妈妈们必备的一道菜 示范给大家看 姜汁肉片 熟成猪排的话 会 当然也是个方法 但是不是每个人 在家里都做得到熟成猪排 这件事 你要有那个输肥肌 好 陈月娟说你有看我的书啊 真的啊 谢谢月娟 谢谢你 其实我的书里面呢 自己这样说啦 就是 真的是写得很好耶 真的是写得很好 自己讲的有点好笑 但真的啦 就是我觉得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在看很多料理书以后 总结出来的一个结论 就是 你学料理或做料理这种东西 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或是 你不能学会了食谱 但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我的那个启蒙主40招里面 在分享做菜这件事情上的时候 我们也是秉持着这个精神 把每一道菜的每个步骤都讲得清清楚楚 这样子让大家做起来 才会觉得真的有学到 才会真的有学到 不然你说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写在书里面 帮你整理起来 其实食谱这种东西 网路上查什么查都有 你们也不需要买书 对吧 好来蒜头 蒜头三颗 切一下 这个蒜头呢 简单拍散就好 请问大臣也会做烘焙吗 烘焙吗 我很想要会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好好的钻眼 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好来 等一下我们的姜汁肉片在料理的过程 请大家千万不要眨眼好吗 一眨眼就会结束了 这蒜头也不用切 就这样把它拍散就好 我刚稍微拍了一下 三颗蒜头对一小块姜 那姜的话 我们要稍微把它切一下 大家 我们这个来一个大臣小怪 周一周末的经典提问 你们现在是在公司午休时间 偷看直播的 请你打加一 如果是在家里 刚忙完家室的 请你打加二 我们来统计一下好不好 我们统计一下 看一下大臣小怪的这些观众们 白天都在做些什么 跟大家预告 好不好 在这边重磅消息预告 我们年后 会有 很精彩很不一样的产品 是什么 现在还不能偷漏太多 但是呢 先跟大家预告 预告这么一件事情 徐薇老师说加三 加三是令屁吸尽的意思呢 还是说你是加一M的加二 我可以理解一下 徐薇老师说加一M的加二也蛮合理的 因为呢 他 徐薇老师他本身呢 是属于刚睡醒嘛 是在家的一个时间 所以呢他加二 但是呢 在他的 视角来说 他只要存在 就是一种工作 所以呢他也加一 所以他直接加一加二加三 是这样吗 徐薇老师 我们有母子联心吗 啊大家很多加二耶 加二在家刚忙完早上的 你看 老师刚睡醒 没有错 好 蒜头好了 姜好了 把肉稍微洗一下 这个肉有点血水 我们才把它洗一下 就好 肉洗好以后呢 要稍微先腌过 因为我们等一下步骤都很快 所以要让他有点底味 烟也很简单 一点盐巴就好了 下行肉 好然后我们隔壁呢 这边 有没有 汆烫差不多的这个 哎呦 尾包对不起对不起 秀秀秀秀 跌倒了跌倒了 尾包门跌倒了 好 对不起 sorry sorry 这个穿的差不多了 就把它放进来 还有其他人跟徐薇老师一样加三的 徐薇老师为什么露出一个厌恶的脸呢 是对我刚刚的解释表达无声的抗议吗 徐薇老师 好 好萝卜排骨汤 这就准备完成了 然后大家可以闻一下这个水 都是白萝卜的那种 腥味 你现在这样子处理过后 那个白萝卜呢 它就会留下甘甜 好不好 很精彩的一个做法 大家学起来 然后呢 这个 它也比较糖 好 我不用太大 好 我小小的 然后拿个盖子给它盖一下 我们的汤肉已经ready to go 就这样 没有关系 虽然这盖子看起来有点大 有点好笑 好来我们继续腌我们的肉 大神注意安全了 没事 没事 腌肉一点点的盐巴 就好了 其他什么都不要了 徐薇老师说好强哦 哎呀 没有妈 那个是你先 你在这边说你自己儿子强 我都不好意思 这又没什么 这也没什么强不强的 是 是你太训了 可以说这么直接吗 好来 登登 好 水滚放萝卜吗 穿上鞋 我刚刚没有滚就放了 其实 以蔬菜类这种东西 你有没有滚放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是说呢 我刚刚大概煮了大概有也快一分钟一两分钟吧 白萝卜里面有亚硝酸 所以要烫掉 是这样子吗 配蜜啦 配蜜啦 吴说姐姐也觉得你好强哦 啾咪 那当然 我们没有三两三不敢上两三 总是在这边直播给大家的话 还是要有点真材实料 徐薇老师说尊虚你 没有错 这就是我们威总裁的这个威严 我们徐总裁 连这个 那个 说他逊都需要经过批准 这就是徐薇老师的威严 没有错 还没有错 好来 接下来 我们那边汤在煮 然后我们在做我们的姜汁肉片之前呢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要来调我们的酱子 这个步骤大家要专心看好吗 然后这个步骤呢 要用到我们 要用到我们徐妈最爱 来告诉我徐妈最爱的调味料是什么 徐妈最爱的调味料是什么 登登 登登 没有错 徐妈最爱的威临 徐妈的威临 奶奶的酵心酒 还有大臣小管的smoke paprika 是我们家的三宝 好吗 蚝油 我的蚝油呢 蚝油 蚝油 还有婆婆的第二个秘密武器 婆婆啊 我就想不到她有哪一道菜没有加这些东西 婆婆的秘密武器 所以 胡椒粉 也是我们市场的最爱 可以多一点 好 就这样子很简单 然后呢另外呢我会准备 乌醋 我乌醋会把它拿出来放在旁边 我们起锅前最后 低一点点下去 这个就是我跟徐妈做出差异化的地方 ok 那怎么说 人家说青出于蓝 那总得胜于蓝 胜不胜不知道 但是我总是要搞一些花里胡哨的来证明我跟她不太一样 好 ok 大人可可小心 没事我们超多都很小心 好 把这酱汁呢我们给她混一混 我在哪里怕怕 没事啦 手很稳啦 好来 这个酱我们先试一点味道 ok 现在刚刚好 咸甜适中 然后呢我最后呢会再加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太白粉 一点点的太白粉 让它稍微勾一点点的这个薄芡 等一下酱汁比较能扒在那个肉上 但是真的不要多一点点就好 大概就两三克这样 好这个汁就调好了 好 好啦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爆风料理步骤 速度之快大家请千万不要扎眼 味道刚刚好没错 好来姜 也是随便切一切就好 其实呢这个应该不能说是真正的姜汁肉片 这个应该叫做 马这要叫什么 我其实在外面也没怎么吃过就是 咸甜肉片或者是我们把它换一个说法 就叫它徐妈肉片 因为我其实在外面啊什么餐馆也没有怎么吃过这道菜 但是呢我看我们我跟徐老师是从小吃到大 对不对吗 好来热锅 拍臭油烟机 我最近 因为臭油烟机这个问题 被徐老师骂残了 因为我们家呢就是 臭油烟机就在油开 有时候还是会怎么说 很容易有那个油烟味道的残留 所以呢在煎之前 一定要开那个窗户 然后我前几天有一天没有开窗 我就开始做晚餐 然后回来徐老师一进门 大臣 来 马很重要跟你说 廖魏如说我女儿超爱大臣国家 凤梨荆棘几吗还南非国宝 好来姜片先下 火不用太大 火不用太大 姜片下 蒜头晚一点 因为蒜头很容易焦 或许可以开后门头 我现在窗户全部都打开 妈 我窗户全部都开了 我窗户全部都开了 而且我今天没有用那个电池 我是用这边做 OK OK 徐老师 不然你们等一下 又会听到那个很尖锐的声音 好来 这个 快笑死 不是 你们觉得很好笑 我那时候是胆战心惊 肉片 等一下 等一下 肉片直接下 一点 这个会喷喔 大家小心喔 叔叔有练过 叔叔有练过 我们一次煎四块 这个火不要大 火不要大 因为要让它熟得刚刚好 外面又没有焦 但是又要有点恰恰 火不要大 好 我们的汤在煮 肉在煎 酱汁 有准备好 蒜头我都还没下 蒜头都还没下 因为油烟味真的很臭 而且主要是 油烟味学老师很怕 我要怎么样 油烟味学老师很怕就是 他没有第一时间排进去的话 他会 黏在我们的墙壁天花板上 就带进去掉 等一下急着翻 油烟味真的受不了 OK 大人你煎牛排的精品 你的锅里买 你说这个吗 这个锅 我不知道它的牌子是什么 不是不分享给大家 是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们是那时候到百货公司 聊到一个那种 选货店买的 就是它不是哪一家的专柜 所以我不知道 它的四块是有一块留给我啊 没有错 自从博生哥哥 常来我们在后 我做东西都习惯做四份 颜色有没有漂亮 它姜可以早一点下没有关系 因为姜这个东西它煮不烂 姜就让它在旁边煮 然后接下来 就是不要扎眼的步骤 好不好 这一面我们也让它先煎个两分钟 然后我们就下蒜头 看起来很好吃 我给你讲 重点都不是这个肉煎的都要好吃 这个肉要煎的好吃 你们都做得到 重点是这一碗吃 还有现在的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也是我改良的做法 不是徐妈的做法 这是我改良做法 刚刚肉有打过吗 我没打 我没打 如果要打的话 我觉得比起说打肉 你可以拿刀 稍微把旁边的这个筋 稍微斬一下 因为它猪里肌外面都有一层筋 稍微把它斬一下 但是我觉得斬不斬都没关系 这道菜 从小吃到大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就算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筋 咬起来 也是这道菜的 回忆的口感跟特色 好来 这边我们另外一面煎 差不多有蒜头就下去 蒜头用这个油这样子 让它稍微煸一下 香一下 姜放在旁边肉会有姜味吗 会啊 因为我姜是第一个又下去煸的 所以这整个油都是姜的味道 但我们做的不是姜汁啊 要说真正的姜汁 其实是姜要把它磨成泥 然后下去做 那我们这个只能算是 就说这个是徐妈肉片 好不好 徐妈肉片 给蒜头 变香 好来 接下来呢 我来看一下这肉有没有熟 肉差不多熟了 我怎么知道肉有熟 首先你用筷子插下去 很简单可以插透 然后呢 再看它冒出来的血水是什么颜色 如果不是红色的就熟 好 现在这道菜现在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把火开大 紧张紧张 刺激刺激 火现在很大 然后我们手上有这碗姜汁 然后呢 为了让它可以稍微接触一下火焰 我们这样子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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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没有 然后因为我们有加一点点太白粉 然后里面又有味淋的糖分 所以它很快就会变成这样子的黏稠 黏稠的状态 这道菜的概念是让酱汁发附在肉上面 不是把肉放在酱里面煮 这很重要 这两个是有不一样的 好来最后一点点 一点点的乌醋 锅边 登登 偷偷迷 来我撑 尊满 尊满 然后重点重点重点这个酱汁 我可以吃五碗饭 好 这道就完成了 我看一下我饭好了 哎呦哎呦 按到了不好意思 我看我饭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准备进入我们的试吃环节 这道菜呢 真的是 徐妈的经典料理 你问徐老师 好嘞 刚刚好 我们今天呢 不仅示范了 怎么样做好菜 我们也示范了怎么有效率的做好菜 你们看你们还记得吗 当时回想起来 我们这段直播刚开的时候 我第一个动作先做什么 我先煮饭 然后再煮汤 然后最后再做我的肉片 然后最后 三个东西 同时完成 这就是我们大城小馆的销利 嗯 我觉得 我觉得我是不是装一碗汤出来让大家截图一下 是不是 OK 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湯應該可能還要再久一點點 現在時間還有一點點短 可能要再個10分鐘15分鐘才會好喝 但是沒有關係 喝這種蘿蔔排骨湯 大碗 最後湯裡面加一點點的鹽巴調味 我們稍微調一下 這個湯應該還沒有好 感覺上就還差了一點 湯先不要喝 但是我的肉片不能等 來吃給大家看 這個肉片啊 加入香菜提味 阿賣啦 美不美 喔好香受不了 這個是許惟老師最愛的菜 就是以前小時候便當啊 只要有這一道就覺得那天午餐的便當很新 對不對媽 媽你說對不對 是不是只要小時候便當有這一道 一打開來有沒有 以前便當都兩層啊 下面那層是飯啊 然後上面就會有菜啊 有肉 然後正便當嘛 我小時候是這樣 然後只要那個蓋子一打開來 然後看到上面這個肉片 就覺得好幸福 而且就是這個形狀 就是這樣 許媽就這樣 也不會切 一定是一整片的 然後有這個醬汁 然後這個醬汁拌飯 就可以吃三碗 就是這個味 看中間熟得剛剛好 還很juicy 沒有乾柴 但是很有彈性 這個肉吃起來就是要這樣 對不對啦 媽 你要給我生緣啊 你要幫我生緣啊 你不然這樣子看起來 我很像在自吹自擂 而且許媽又不在現場 然後重點 是這個 this 等一下 我突然發現鍋底還有一點 不要爛 我們客家金牛肉的精神好嗎 鍋底的這些醬不要浪費 太過癮了 就是我相信在每個人心中都有這麼一道菜 它很簡單 但是它是記憶中的味道 對我來說這個絕對可以排得上千五 絕對排得上千五啦 剛煮好熱騰騰的蜜飯 配上這一口醬汁 怎麼可以這麼好吃啊 很簡單的食材 我們也沒有在味精 烹調的過程也非常的快 但就是超級好吃 就是超級好吃 徐薇老師說他的number one 真的不誇張 大家如果沒有這樣子做過 沒有這樣吃過的話 晚上 豬里雞就去吃這樣 小朋友一定超愛這種 鹹鹹甜甜的口感 而且我剛剛示範的這種做法 做起來也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快速 就是要這樣子吃 嗨大臣 哈嘍 大臣廣告 我廣告什麼 我想讓試吃人 這種豬肉排 便當菜 一定要有 大家想想看 徐媽會做的料理這麼多 所以不是每天便當都吃這個 而是吃這個的時候特別幸福 對不對嗎 聲援聲援 婆婆如果我們有看這段直播 聽到我跟你這樣子一直吹捧她 她一定開心得要死 我好像要煮一大盤沒有錯 然後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這個是 包裝好的肉片 如果你們是去豬肉攤買的話 建議你們可以叫那個攤商 就是那個肉攤的那個老闆 肉鋪老闆 不要切太厚 因為一般你如果跟她說我要做豬排什麼 她會切比較厚 不要切太厚 這道菜就是不能切 它要這樣剛剛好 這樣剛剛好 馬上說留一片給你 那當然留我一個人也吃不完四片 當然你會不會幫你小孩做便當嗎 我心情好的時候 這麼快就煮好了 對啊 這道菜講究就是快 也希望今天看了 如果有媽媽幫家裡準備晚餐的 希望大家是 怎麼說呢 可以快速準備一家營養好吃的料理 好不好 立馬去買豬里雞 沒錯 不要切太厚啊 跟那個肉鋪主要不要切太厚 切厚了 就沒有這道菜的效果 我真的 關這個汁拌飯我就可以吃兩碗 然後 小時候媽媽 婆婆小時候還有什麼菜啊 各種煎蛋 各種煎蛋 番茄炒蛋 那種都是婆婆的 洋蔥炒蛋 那都是婆婆的絕活 然後 然後 真的還是有個青菜 炒地瓜葉啊 嗯 炒地瓜 然後那個 戶瓜嗎 胡瓜 胡瓜 還那個叫什麼 菜瓜 馬上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就那個 吃起來脆脆的 甜甜的 然後會 撒一點胡椒粉 婆婆加的那個 那個應該是屬於算 戶瓜吧 好 這個也好吃 好 我們準備來喝湯 噢 徐媽也很會 紅蘿蔔絲炒牛肉 這樣講講 徐媽會的菜太多了 不生美局 真的 好 不管湯好了沒 我們先來喝一點看看 兩勺的鹽巴 應該差不多 蘿蔔 感覺這蘿蔔還沒有很透 我們選小塊一點來吃 剩下的讓它繼續煮 這是我爸愛的 這是施葬的菜 然後大家知道這個時候施葬 如果這個湯沉到手上 它要加什麼嗎 你們知道它會加什麼嗎 對 護瓜 徐衛老師說 你都吃我的菜啊 我其實沒有很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錯 就是我們施葬的秘密 我發現我們家每個人 都有一個秘密武器 首先呢 徐媽秘密武器 魏玲 我奶奶秘密武器 少行酒 然後 施葬秘密武器 白胡椒 徐衛老師秘密武器 南非國寶奶茶醬 我的秘密武器 Smoke Paprika 我看你們都比我跟我爸還熟了 大家都知道白胡椒粉 好來 先用聞的 聞起來完全沒有那種 蘿蔔的臭味 聞得到肉香 其實已經好喝了耶 我剛剛加兩勺鹽而已 其實這樣就已經好喝了 好清甜啊 說實話 白蘿蔔還可以再煮透一點 但我覺得白蘿蔔的味道很好 大家可以試試看 因為這東西呢 我剛剛是加了糖去煮我們的這個 超 就是在汆燙的時候 汆燙我們白蘿蔔的時候 我加糖 大家真的可以去試試看 回家是很神奇 你們真的回家試試看 你都愛吃我愛吃的 啊 是這個意思 博恩說 你的秘密武器確定不是另外一罐更神秘的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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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 對啦 這一罐啦 好不好 博成 我懂 我懂 你一句話我就懂你意思 兄弟 其實最近真的是做菜很喜歡用這一罐 什麼都加這個 我連 我們連上禮拜四我們煎鍋貼 我都用這個調醬汁 好不好 這個好吃的 好吃 但是今天呢 我們不是蓄意來賣醬 今天我們是來跟大家講情懷的好不好 徐媽的這道菜 很好吃 你看我現在這個碗裡面沒有肉 什麼都沒有 只有 飯跟醬汁 就是好吃的不行 有了這肉 你都不用吃 你就吃著醬 好幸福的一道菜 好幸福的一道菜 還是你說這個醬 薛老師也超愛這罐醬 有了這罐醬以後 我們他沙拉就再也不會失熟了 對不對嘛 那 我們今天欠大家的鬆餅評測 我們就順延到下禮拜 2月8號 好不好 好 對不起 我們今天因為 那個 訂貨出現了一點問題 我們 我們也碰到收貨困難 所以呢 今天沒有 順利的評測到鬆餅 我們就順利到下禮拜 好不好 答應大家的一定不會錯過 但是我覺得今天分享的這兩道菜很值得 大家一定要學回去 然後 把這段直播分享出去 讓更多的媽媽知道 有這麼好吃 有這麼快速的料理 OK 2月8號 對 然後跟大家預告一下 2月15號 過年 我們應該會停播一週 好不好 我們停播一週 原因不是我想休息 是我知道大家很忙 那像我們大城小館 我的師徒是大城這麼好的內容 大家因為忙沒有看到就太可惜了 所以我們2月15號 目前是暫定 暫定 休息一週 但是會不會驚喜加開 那到時候再看情況 好不好 好 吃這套菜就有種覺得 因為我其實最近年 年紀慢慢越來越大以後 食量越來越小 但吃到這個味道 就覺得自己的食量有回到 國小國中的那個時候的感覺 好幸福 這個湯已經有好喝了 好舒服喔 在這種暖暖的天 何須的陽光 一點點微風吹進來 喝了這個湯 MiaMia說過年不要停喔 來過年不想停的按讚讚 你們按讚讚表示 過年就算我不停 你們也一定會來看 按讚讚 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怎麼樣 我雖然在喝湯 但是我眼睛 我在偷看 這麼多讚讚 過年強 過年大家反而更有空看 對不對 好啦 過年 開啦 開了 好啦 我們過年 召開好不好 如果大家都想看的話 2月15號嗎 我們2月15號應該沒有要去哪 對不對 大神今天沒截圖 對不起 補一個 因為剛剛湯還沒煮好 就忘記了 來我給大家擦擦盤 等一下 雖然吃掉了一塊 但是還可以 威寶幫我截圖一下 好 可以 好啦 過年不停啦 好不好 如果大家都那麼想看的話 OK 好 媽媽問初級 來 問一下 2月15號是初級啊 2月11是除夕 除夕 12 13 14 初四耶 馬初四耶 那初四我們應該是晚上啊 中午應該沒關係吧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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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肉片流口水了 其實這個豬里肌很好買 大家趕快去買 然後呢 初四家裡請 但我們中午啊 我中午直播啊 好 OK啦 我們播個短的也是播嘛 就算播個短的也跟大家見面一下 到時候在粉專通知大家好不好 可能提前一點點播 之類的 因為我們那天是 家裡請客 所以有可能下午就會來客人 所以我們也不能 在這邊跟大家玩太久 好不好 我可以去舊家直播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大城小館 就到這邊 先暫時休息 好不好 我們要趕快關掉這段直播 這樣子 許惟老師他才能穿著睡衣舒舒服服的來吃這個肉片 不然他等一下就冷掉了 OK 所以呢 我們 下週一 2月8號 對不起 鬆餅評測再見 下週一啊 記得鎖定啊 拜拜